日本中華聯合總會青年部 在新宿舉行第二屆第二次 理監市聯席會議進勉強會 針對青年部總則 部費修訂以及規國訪問團等提案 進行討論 會後也特別邀請名譽會長 詹德勳講述台橋在日本的歷史 華僑移居日本歷史悠久 日本中華聯合總會青年部 在年度理監市聯席會後 邀請名譽會長詹德勳進行講座 介紹中日戰後台橋在日本的歷史軌跡 張會長描述華人僑會 在斷交前紛紛成立 成員多為經商僑胞為主 但忙於事業疏於僑務 也一度面臨斷層危機 加上與日本社會交流屢吃閉門根 日本僑會絕地逢生 積極努力 直到現在逐漸獲得官方及民間重視 能如此活躍 展露頭角 都是僑傑先進艱辛的奮鬥成果 精彩豐富的僑民奮鬥史 讓三十多位僑會先進與青年部成員 感觸很深 收穫滿滿 日本中華聯合總會 新人尋職總會長 也鼓勵青年華僑吸取前輩的奮鬥精神 並傳承僑界理念 代表處僑務組 王東昇組長等官員 及大阪中華總會洪盛信會長等僑界先進 也出席晚間舉行的肯興會 為青年部成員加油打氣 臺灣宏觀電視陳曉峰 日本東京採訪報導 李宗盛 華僧 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